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论语密码 今天我们讲第三回 把你的思想牵出去溜溜 论语古代和现在不一样 在古代我跟你说 好多人在讨论科举制度 是吧 科举制度到底公平还是不公平 我跟你说 科举制度从来没有公平过 你家就没有课本 你怎么考 是吧 这就是古代一个现实 一套四书五经 在古代比一座楼还贵 所以你拿什么考 各个时代总有一个障碍 横在草根和贵族之间 泯灭这个障碍 这不厚道 高考公平 除非你特别聪明 其实是不公平的 就算你考出来 是吧 作为优秀草根 你考出来 你那个时候才会发现 其实你是和平庸的贵族在一起 古人怎么读论语的 古代的人 真正够聪明的 能考出来的 都是能把论语背下来的 背不下来 你就靠边站了 你还科举 你配吗 拉倒吧你 是吧 你根本就买不起书的人 你不背下来 你能怎么办 古代考官 这个职业 非常之专业 他要做到什么 他一看你的文章 引用了哪些话 他就知道 你是谁家的徒弟 不用打小钞 说搞圈 做个记号 不用 你引用了这本书 是吧 只有我老师的学生 这个卷子上 能引用这本书 所以写这个卷子的人 一定是我的师兄弟 不用在卷子上 做记号 朱熹编的四书 是吧 他对孔子化的解读 孔子十五至于学 朱熹的解读 就是从十五岁 开始读四书 先读大学 而后读论语 再读孟子 最后读中庸 这叫什么 这叫扫毛 跟着呢 跟着 跟着你还得读五经呢 四书完了之后 还有更大不同的五经 才能参加秀才考试 读完四书五经 就可以参加秀才考试 四书五经的要求是不同的 四书的要求是全文莫写 一字不错 一字不改 是吧 考卷是要求 说说我这次少写了一笔 完了 您今年拉倒了 明年再说 不是明年啊 下一届再说了 就说有 就说那个时候的论语 是有固定版本 有标准解读 有固定教材 十五之于学 是吧 老师开始给讲论语 不是说十五岁 你才开始背这本书啊 而是说十五岁的时候 是老师给你开始讲 你要不是家里有这本书 要不你是已经背下来这本书 是说十五岁 你一定要拜一个老师 让这个老师给你讲论语的含义 什么叫讲论语的含义 对着教材讲 按高考要求给你讲 因为所谓十五至于学 是开始至于走向仕途 老师是知道将来怎么考试的人 名师名校 是吧 重点中学 出题老师 这个自古就有 不仅仅是今天教育的一个弊端 这是很难打破的 实际上十五岁开始的 是高考串奖 书都是在这之前就背熟了的 论语大概十五岁 古代的小孩 是吧 所谓的穷人家的孩子 已经倒背如流 这个时候还背不出论语 你要高考 你您拉倒吧 老师只不过是按照高考要求 最后给你串奖一遍 这就跟咱们说的 高三总复习 是一样的 好说上高三了 您高一高二的课还不会呢 你这高考不瞎扯吗 老师那时候手里不需要数 学生也不需要数 因为早就背下来了 不管你以前怎么理解这本书 现在你都要改过来 回到老师讲的标准答案上来 你想不想考中 个别老师觉得有前途的孩子 会给你开小灶 让你的文章能被你的师兄弟认出来 我们讲过唐伯虎的故事了 是吧 为什么那么偏的题 他能做出来 所以在古代 明朝以前 思学并不兴旺 因为什么 官学是考试出题的单位 明朝思学兴旺 是因为王阳明这个学派 控制了教育 他以后有出题的机会 思学和官学 不同的出题标准 这几年官学出题 明年可能就是思学出题 于是风格完全不同 王阳明这批人 都是办思学的 是吧 你说北京不同学校出题 为什么有些学校考 考试成绩起伏那么大 是吧 今天他们学校出题 他就能考得特别好 明年换一个学校 于是这一届都考砸了 说明什么 上海我跟你说也一样 所以你读到古代的论语 这种考试用书 是吧 其实和我们自己读 私人体会 完全不一样 差别非常之大 你看看张居正的为人 你在读读他注释了论语 那是一回事吗 判若两人 因为什么 用途不一样 当年 这也是钱穆说的 说读书人应该肩负两个责任 一个是自己读论语 一个是让身边的人读论语 原因是什么 这不是把论语当考试用书来读 是吧 把论语当作一部哲学著作来读 这部著作它的形成 用了两千年才形成 所以足够我们这一百年 用我们全部人生去注释这一部论语 这是两千年的岁月 两千年哲学的精华 这句话大家听说过吗 我注六经 六经注我 心学 是吧 向山先生说的 是不是 这是一个对论语 也适用于对论语的解脱 你不同的年龄读 不一样 这本书常读常新 你就想一件事 何必要读一辈子的 一本书何必要读一辈子 高考那些知识点 你受用终生了吗 是吧 哪个中学不是一考完的 那书就变成雪片了 头三年我就盼着那一天呢 很多人 钱先生那个时代 是吧 生活中的很多人 没有读过论语 所以钱先生要这样说 甚至于那个时候的很多人 因为高考而留下了病根 恨论语 钱先生说的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论语应该每天读一篇 然后呢 一年正好是一变 年复一年就这么读一辈子 这叫活到老学到老 活到老学到老 不是不是今儿学这 明儿学那 学这一本书 一辈子 按照一个人的能力 你能充分理解这一部书 这就不容易 展规觉得甚至于这个要求 都有点高 因为很多年顾不上 是不是 我能每十年读一遍 就很不容易 其实每十年如果读一遍的话 你就会发觉 每个年龄段这本书的理解 我跟你保证不一样 这确实是一本很有魔力的密码书 阅读啊 我跟你说 它跟你的生活越近 人生密码 我觉得掌柜五十岁 我读的感悟 最深刻的感悟 就是读完论语以后那种快乐 可能三十岁上 四十岁上 我觉得 读孟子比较带劲 但是这几年呢 读论语啊 就是随着岁数变大了 是吧 这几年开始读论语越读越有味道 才明白 钱先生那句话是发自内心的说的 孟子不是论语的全部 只是解读当中的一种 是吧 司马迁是另一种 朱熹又是一种 钱目也是一个独特的方向 至于说 哪个是真正的论语 其实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要你自己读 我们今天一本书很便宜 尽管它要几十块钱 但是不贵啊 因为什么 你一个月的公司 至少可以买几百本书 是不是 所以书现在都不用背了 因为手边就有 以前的书 家图四壁 这句话 大家听说过吧 这不是说家具啊 家图四壁是说书 你家里一本书都没有 所以家图四壁 因为在过去很多人 很多人的工资 一年的工资 买不起一本书 一辈子也买不套 买不起说一套四书 更甭说五星了 到民国 一个普通人家 一个月的工资 大概能买四本书 就那样我们民国的人 还会买一本书 读它一个月 我们现在是个多幸福的时代 不好好读书 我觉得浪费了 浪费了时代 好了 万事开头难 是吧 咱们的故事 论语密码呢 从这周 就就开始了 我们讲 这部论语密码呢 其实 像根据三本书 第一本书 就是司马迁的史记 我们用史记当中的两篇 一个叫孔子世家 一个是众尼弟子列传 第二本书呢 就是钱穆先生的孔子传 很薄的一个小册子 哎呀 我跟你说 你要是看过其他人写的孔子传 你就会知道 钱先生这个是根本 以后的都是按照这个写的 可以说 这本书里没有的 是吧 都是不靠谱的 古书到此为止 到钱先生这儿 古书当中有的内容 已经被搜罗尽 都写在这本孔子传当中 当然得有一本论语 是不是啊 得有一本论语 我们说是讲孔子传 就是要把论语重新排序嘛 我们用的这个论语 我最近读的 就是杨伯俊先生的论语 我手边的孟子也是杨先生 论语是著 是吧 孟子是著 好在呢 好在好 这本书好就好在 原之原尾 他很明白 是吧 杨先生是把论语读透了的 他很明白 论语是一本工具书 他不需要带节奏 这三本书 其实看明白了 哎呀 这辈子我觉得够用了 你一个小百姓 你生活能遇到啥波澜壮阔 是吧 甚至于你都用不上孟子 反而孟子读多了 让你觉得 让你觉得这辈子委屈了 咋我就没经历过惊涛骇浪呢 能用一把孟子呢 没人害我呢 没读大学 是吧 这篇文章啊 我觉得正好 读了中庸的 反而我跟你说 很麻烦了 是不是 读书要想 读的关键是想 我的讲不能代替你的思考 我讲了什么 其实不重要 我的抛砖隐喻 就是想让你想 我如果能告诉你 书应该一边读一边想 然后你才 那才能体会一种乐趣 你知道吗 思想跟狗狗一样 要定时的放出去溜溜 读书就跟溜狗是 是一回事 是吧 溜狗是溜你的狗狗 读书是溜你的思想 你看狗狗在草坪上撒花 你的思想也是这样啊 跟着我把你的思想 放出去溜溜吧 然后 体会那种 那种快乐 好了 我们这周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下周 开始讲 孔子的仙人们 好 我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